士兵端起一锅刚做好的菜 可他却不是为了独享 而是静止走到军官后面 接着一股脑的拳倒在他的头上 周围的士兵纷纷开始起哄 而气愤的王站长也趁机挑出 随即便朝天空凝枪事件 可不料这一枪 却把军阀出的警卫引过来 而这也彻底打乱了王站长的暗杀计划 可不论王站长如何解释 警卫都坚决要带三人回去审讯 而这也正是葛十三想要的节目 因为只有到军阀处举报他倒卖粮食 才能既保住小命还能得到嘉奖 可可十三怎么都没想到 军阀处也有和王站长同流合污的贪力 随着一通电话的悄然拨通 副科长老谢便将举报的事 悉数汇报给了幕后的胡局长 眼看事情到了这个地面 胡局长便决定将王站长杀人灭保 直到凌晨的时候 一位身着军装的男人便来到粮食部 谁啊 没一会的时间 得知消息的军长便来到了案发现场 他怎么也没想到前脚刚有人举报 后脚就遭到幕后黑手的暗杀 于是军长便下令让调查科彻查此事 直到次日清晨 胡局长便带着梁捆大洋找到老谢 在表达感谢的同时 还要让他帮忙把凶手嫁祸便举报的证 随后调查科的人就从葛十三的床板下发现一箱大洋 而老谢则带着这些证据找到科长 称那三个证人也参与了倒卖军粮的购买 不然一个当兵的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于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老谢就把科十三单毒压出来审问 并且一口咬定他就是倒卖军粮的同伙 老子是不忍心看着前方的兄弟跟鬼子拼命 后方的人发国难财才冒死来检举他们 你竟然陷害我们 你们他娘的还死于人吧 随后 嘴硬的科十三便被丢回了牢房 而接下来就是轮到对二宽的审问 可看到这一幕的丑娃却被当场吓傻 现在二宽哥被抓走了 下一个就是我了 我怕 要不然哥咱们就找了 我必要吃 别让人了 而另一边的二宽则被绑在了刑架上 可面对棍棒的无情殴打 二宽硬是一句话都没有招认 无奈的老谢只能将他丢回牢房 而看到这一幕的丑娃 便来到牢门前表示妥协 你让人知道什么我就说 只要你们打我 只要你让我活着 我教我 葛十三健壮立马上前阻止 并且死死掐住丑娃的脖子 可没想到老谢却突然掏出手枪 随后威胁葛十三松开丑娃的脖子 眼看对方已经上逃 于是三人便趁士兵不注意将气撞倒 而老谢也被葛十三用枪顶住了脑袋 没一会的时间 三人就换上军装从容地离开了牢房 直到次日清晨 三人的通缉告令就贴满了大街小巷 好在此时的他们正躲在一处山头 眼看这里已经彻底待不下去 于是三人便决定先回一趟山西老家 可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半路上却还是被一伙逃兵给人家 不不关系